中國海警 上個月15號再度侵擾金門海域 我方大聲廣播進行驅離 即便進入敏感區域 多事先以廣播驅離 如今中國海警船登船扣押 我國漁船大進滿88號 那這一次比較異常的是 它直接採用扣走 把船跟人直接扣走 特別是我們的海巡 也趕到現場 他們還是堅持把它給扣走 但中國與我方海上衝突不斷 包括先前中國籍魚船翻覆 造成兩死 雙方多度談判破局 陸方更批我方 極為能寫為人不齒 要求道歉 外界質疑 兩岸問題升溫 這個突然去造成 兩岸之間的一個緊張 最近大家要去注意 不只是在金門 他也在日本 他也在南海 挑起这样的周邊的一個緊張 跟對抗 那所以我們也呼籲 中國這部分 他必須要去做截制 國安人士表示 中國近期在東海南海 及我國金馬周邊水域 多有強勢作為 包括五月時 菲律賓政府抗議 中國單方面在南中國海 頒布每年長達四個月的休餘期 禁於令時的南中國海 緊張升級等等 都試圖造成主權上緊張 這其實是一種灰色地帶的戰略 這根本就是針對我們賴總統 所謂的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用一種強行帶回的方式 簡直就是殺雞儆猴 針對我們的新總統 戳破了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中國大腕兩面手法 持續加壓 也讓外界質疑 不斷在試探台灣底線 三零四雲離開 就麻煩你會很大報導